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爱情等于生活 而生活是一种责任 我依然是绞尽脑汁为您促成美好姻缘的小红娘文文 同样欢迎秘书里面的四位男嘉宾 一号男嘉宾你好 我是快乐的老文童 我是来自沈阳的马国畅 欢迎二号男嘉宾 我干活特别力量 干啥像啥 我是来自法库的郑君华 三号男嘉宾你好 简单生活 简单爱国 我是来自沈阳的李德林 欢迎四号男嘉宾 我想找一个能够照好家里的人 我叫李春元 其实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男女嘉宾 都想在晚年的时候找到一种生活方式 比如说有人陪伴 有人依靠 但是也有人是想找活干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女嘉宾 可以说就是因为退休了 太闲了 所以她想找点活干 来吧 接下来掌声和新女嘉宾上场 大家好 我是来自沈阳 原来自沈阳的高凯君 我想找一个田园生活 能过田园生活的人 好 欢迎您 您好 你好 你好 李嘉宾 您好 你看一般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 来找另一半都说 我想舒舒服服地过后半生 有个人能够照顾我 关心我 您不是 您是找活干想 想找活干 在眼前里里外外地 有点那个 忙活劲 忙活劲 田园的感觉 田园的感觉 就是 原就是 无理 原田园后 种点菜 市弄地 吃弄地 那能吃弄动吗 不是 它原田的东西 自己吃的菜自己吃的东西 房钱无垢 瓜果梨桃 您现在是在城市里住 我在城市 那怎么毕业的啊 不是 家里的孩子 也不用看了 无理无碍 就是吃这点老饱 一天就这几顿饭 我认识一个朋友就是这样 平时工作 在事业上干得非常辉煌 但是呢 就是到退休之后 就愿意像咱们刚才姐姐说的 田园生活 田园生活 走一走 动弹动弹 那您对平凡有没有概念呢 我有概念 农村的平凡我有概念 要是实在冷就可以了 我家有房子 城市家 我有房子 可以度过这一段 冬天就上你城市里的房子了 愿意 就是都收拾完了 上城市来过一段 我到种地下 回去再过一段 春天了 开村种地了 播种了 就上农村去了 是吧 就是这么热爱劳动的一位女士 生活当中 到底是啥样的呢 咱看看 女嘉宾高凯君 72岁 是洋人 企业退休 丧偶 有住房 女儿有婚独立 我是一个普通的人 过得普通通的日子 我是企业退休的 那个 有双方 有房子 有房子 我自己有房子 孩子 孩子们都上班了 外宿外宿外宿 都上班 按我的条件 生活很好 但总觉得生活 没啥意思 我在家待的吧 有点无所事事了 孩子也不用砍了 什么也不用砍了 一天就是自己吃点饭干什么 我先到能村吧 因为我在能村下乡之青年 我逮过 我觉得能村的广阔天地 还是不错的 我的希望是爱的选择 找一个普通善良的能村 好好享受田园的生活 爱的选择我来了 小生是农食人吧 除了紫白 我开心 不会拐摸摸角 忠实老实的能力 别找那个拖到拉拉 那我不能干 就是不能找太脏的 是吧 不能得讲卫生的 屋里满满抬抬抬的不行 那不行 来看看密室里面的男嘉宾 有没有合乎您要求的 来 1号男嘉宾你好 好 女嘉宾 我会不会种地咋办呢 我不会种地不要 您是在城市居住是吗 所以你女嘉宾直接把你过了 pass掉了 你觉得遗憾不 不遗憾 你不劝劝他呀 我不劝 不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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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用你劝 你老老实实摆着吧 好 行行 你好 女嘉宾 你好 我有地 我有土地 你愿意过田野生活吗 我愿意过田野生活 你是真诚的愿意过田野生活 对 我在家待的 在城市待的 五所 我有土地三十亩 三十亩 不是 人家 不是 阿姨要的是前后圆子那种 前后圆子没错 你整那个稻田地 让阿姨去给你种稻子 不种菜的 那给你种地去 2号男嘉宾 你家有三十亩地 对 这三十亩地你租出去了 没有 我自己种 自己种 自己种 我不能给你种地 你可算逮着个劳动力 对 那如果真的人跟你牵手了 你就让人跑地去 没必要 没有必要 那你家前后院子有地没有 有点不多 不多 太多了 吃嘛 吃菜圆的你不得吃菜 你家里吃菜 不得前后圆子有菜 有那个菜圆的吗 够 那够 够四五回 活动 好想动魂动魂 但不能大动魂 反正是 你不问人家里啥条件呢 他条件当然得好 不好我不能找 就是得要大瓦房那种 证明话亮的 你不用证明了 你那房子解释点 被打了就行了 我房子 我正经办法 这个大瓦房 大瓦房 家里边取暖设施是啥呀 对呀 暖气 暖气 嗯 卫生间呢 是在屋里还是在屋外 在屋里 屋里全有 这条件相当好了 好 这个男嘉宾是符合在条件 好 暂时吧 2号男嘉宾 3号男嘉宾你好 你好 你好 有地没 没地 地也没有 该大大去好了 是吧 3号男嘉宾真没有地啊 没有 有房是吧 完全没有 啥也没有 你还没有你来个好 得有餐员的 我要回来奴的时候 哪来的地啊 哪来的地啊 你先听听 你先听听3号男嘉宾怎样的 我说不是来奴的时候哪来的 哪来地啊 人家不是农村的 对 你是住楼房的是吧 对啊 我想问一下 如果女嘉宾没有这样的要求的话 你对女嘉宾的地印象怎样 还行嘛 咱们女嘉宾有个特点 特别爱怼人 我可怕怼人 你咋的呀 你是属于那种弱小型的呀 就比如说男嘉宾人家是在城市里边 然后他看好你了 给你租一个那个农村的那个大老房行不行 他租他那与我没关系 他租就租呗 但他不就有地了吗 他有地了 他他本身他得是真正的那什么那种 他的真正的你属于他的 对属于他的 别属于他 明天年跑了后天走 你是坐地户 对 你在城市 就是靠一点老婆 吃点菜买点菜 没意思 没意思 4号男嘉宾 您是成里儿还是 我是成里儿 没有地 都没有底气了说话 就是 吓的 都给你吓的吗 你听的时候懒呀呀 肯定不爱干活 都没有声明力 他就吃个懒汉 对 吃懒 上次来找谁来了 谁找你 不过我说 4号男嘉宾 咱们大家都能看见你的 咱姐姐说的 没有声明力的话 有可能是懒汉 你怎么能搭上这个茬呢 不是懒汉 有的是劲 你得好好说 对 好 谁要你来的 你不愿意来的 你说话那么不容易 你不三个人呢 说话没水平 人家就瞎说问 咱们密室的四位男嘉宾 女嘉宾 和女嘉宾 已经沟通完毕了 女嘉宾 这小脾气啊 我有脾气 是吗 是吗 你能急到啥程度 我也不知道什么的 就这程度 多说几句 家里不是奖礼 你奖礼吗 奖礼啊 奖礼 所以说 如果一会儿我们服务不到位 你可能转身就走了 会这么大脾气吗 你要是服务不到位 那我就告诉你拜拜呗 好可爱呀 老佛爷 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这也是太倔了 我们也看看 两位 给您的建议是什么 先让谁上来跟您见个面 好不好 咱听一下二位的建议 我跟你讲 咱女嘉宾呢 人间清醒 其实都不用你俩建议 十二号没有吧 哎呦 你看咱们姐姐自己印象特别深 二号那个印象特别深刻 另外一个咱还可以再选择一个 我觉得一号你最能够表达自己的意愿 咱不劝她 最小脾气 一号 一号被吵了 但是你听文文说两句 二号咱说实话都不用腿 那阿姨必然选她 但我跟你说 一三四成里当中的叔叔 今天必须出一个代表跟你见一面 因为我发现你对一三四的评价 现在几乎是极其低的 但你看四号稍微说话 有点慢悠悠的 我心想要四号上来 但我觉得四号上来容易 容易可能 擦出火花 四号擦出火花 那好吧小姐 那我就尊重你 我说战火那个火花 不是爱火 那要是选择的话 我觉得瑞海姐一号 因为她表达能力比较强 咱们也听到了 可能跟阿姨可以较量较量 可以跟你平一点 所以女嘉宾 无论一会上来的嘉宾 对你满意还是不满意 你一定要记住那句话 叫城门失火 不要秧极迟鱼好吗 跟我们真的没有关系 我们这仨服务器已经尽力了 好吗 来 好 那么女嘉宾 会选择几号男嘉宾 那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爱情深则我在这里等你 一见钟情节奏快 男女嘉宾跨越做爱 比您大了六岁 你介意吗 大六岁 你不介意啊 那我就和人 相机现场到底发生了啥 台上台下争议不动 什么人得看啊 他说什么话呢 人就见面一场 能看出来那就怪了 有一次能把那个额言 到早里钱再离 要不办 能不能一概而论呢 我说真个意思 对不 按着选择 稍后我们接着看 以前我近视还有散光 后来眼睛花了 看谱子还得戴老花镜 看远处呢 还得换近视镜 每天啊 就这么来来回回的几十次 太麻烦了 而且这老花镜 戴时间长了 眼睛酸胀 头也晕 有了这副超视力啊 看书 写字 教学 开车 看远 看近 只要一副就够了 眼睛舒服 头也不晕了 高音低音 要转的自然 看远 看近 也要收放自如 人老了 眼花了 眼睛不能换 但你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超视力 看远看近 只需一副 超视力 是我工作和生活的好伴侣 我是一分钟也离不开它了 戴上它再微小的细节 也能看得一清二楚 一切心中有树 下笔如有神助 我身边的朋友 也都像我一样 换上了超视力 超视力 看远看近都清晰 屋里屋外都能带 遇上大太阳 还能变色调光 保护视力 连摸镜都省了 开车为了保证安全 就得眼观六路 戴上超视力 抬头看路 视野开阔 导航看图 清清楚楚 路在脚下 这才叫安全 太阵净净 精致典雅 征信您的非凡气度 超视力我已经带了很多年了 今后我还会一直把它带下去 如果您和我一样 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 赶紧换户超视力 看远看近只需一付 地址和平区南武马路 与中兴节交叉口 西行20米陆北 超视力市光中心 背景专线02481681988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人家不光势弄地 势弄自己也挺立正的 来吧 接下来掌声给男嘉宾上场 大家好 我是来自法库的邓军华 我找一个踏踏实实的人过日的 好 欢迎您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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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看了您这个不光忙于自个儿家的那个三生母帝 平时的业余生物也挺丰富 生物还行 冬天没什么事 就是自己上三个溜着去 从来我不扎堆 不上一局地去 接下来咱拖短片看看 咱们一块看看男嘉宾他家地道不大 19875号男嘉宾郑先生 66岁 沈阳人 五期工人退休 丧偶 有住房 女儿已婚独立 大家好 我是郑君华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 地地道道的农民 我家有三十母帝 都是我自己忙活 每年种地有三万多元的收入 另外还有每月一千元的老宝公司 在我这里生活无忧 你儿子在锦州教学 儿子在镇江扬起传播机械 他们每次回来都给我扔些钱 我都不需要 我代言问和 懂得包容言 如果你喜欢我 就来爱的选择找我 爱的选择我来了 李嘉宾家里地儿够用吗 这些 挺好 是吧 你特别享受那种 刚才人家摘辣椒你感觉 摘辣椒 摘辣椒 一出门想吃啥哈腰 自己就能整来了 就整来了 这地形是吧 那房也行吗 那房也行 非常不问的要求 好了 问了这么多人行吗 可是这耳朵被子老听不懂 这不越来越浓吗 耳朵被子就真的挺大事 要干活啥就叫什么 那帮爸咋的喊 这不 这喊吗 不是 带出生气 没事 会 谁大女士 我说话 你听听些门 什么 啥啥 这耳朵太背了 辣尽一点说话 来 这背几年了你这耳朵 你说什么的 我说你耳朵 背呀 我背好几年了 那你今天 这不从哪儿这个 我那伴走以后 一股活完以后一直没过来 就这回事 您还给买一个 那做生气完了 做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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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儿子都吃牙 ه要 不要 女嘉宾72岁 比您大了六岁 你介意吗 男嘉宾也不你 你不介意 那我就合一合一 他俩也合 tao 他俩 他俩也好 不是 男嘉宾我想问一下 你可以配戴助听器吗 我不戴 为什么 我上来我不戴了 我听这算听不见老伴 而不见听不乏 听不乏 您是选择性的 是不是 挺难的 实惠 只要你对方跟我说我不爱听的 听不着啊 说我爱听的恩好 这感觉是吧 来这样 你家明说了 我上这个地方来找老伴 除了找一个老伴之外 我就想动魂动魂 我就想干活 那咱农村是不是有活啊 我看你家应该也会打下来很多包米 是不是 每年都有包米 对不对 咱先看看你会不会干活 那活没问题 冬天也有活 除包米 那会不会粗 那男的 这一带过来的 那男的 男的 这一带过来的 这次 这算动魂了吗 这算动魂了 这也算动魂了 省客家带着不干啥 是吧 对对对 除了包米 除了方法不对劲 你说这一口出道头 我上下一瓶就都过来了 好了 行了 女嘉宾够用 女嘉宾还对搓还对 现在您搓就完事了 是 现在我们看看专业人士咋搓 行不行 来 男嘉宾 你展示一下 来 我看真正应该搓 应该咋搓 来 这不一个意思吗 对 你顺一摊搓 是不是啊 对 但是方法是一样的嘛 然后横着再搓 对 这样就快一些 对 如果他不咋会干活 你能不能看不上他 不能 一看那干活就来气 能不能 不能 不能 只要干就这样 就没有那个说法了 他没有嘴 连嘴就搓 搓底下 把这个搓 这一会儿两碎包米都搓了 要赶上这些话了这 嗯 速度非常的快 他俩正好 不是这个 他俩正好 挺快的 来吧 这冬活也干了 磕也落了 彼此打个分数吧 首先女嘉宾 这人值多少分 80分吧 哎呀 要求真高 您给对方多少分 100分 100分 接了二位咱们坐下来慢慢聊 来 有请 来 来 100分 我棒了 他不是 咱不是低高的问题 就是咱们俩能看不上看 能不能亲 对 好了 问一些基本情况 有什么想了解的 简单问一下 我爸是沈阳市的 知青年 我是俩姑娘 俩姑娘都结婚了 工作也都挺好的 现在就是外孙子 外孙子 都有残菌的残菌 工作的工作 面熟的面熟 我就无所事事了 无所事事的就我一个人 我案例是零三年中的 这将近有二十年了 可能我也没数 我案例是将近二十年了 孤独的这么一天 就在楼上楼下就这么串呢 对对对 没有那个活动 没有我活动的空间 对对 男的一个在家 没人 你去一个就行 对对对 等到我再找工作 您一说你60岁还可以 不要 这70岁的那不行 就是我要过什么时候 就像你家那刚才那天 那房子我满意了 怨着你 前后园着你 种那小辣椒 你那咱那辣椒了 那小白菜了 对 你看白菜你啥可逼 你不得见一见吗 对对对对 见得吃 都吃喜心的 是 对 我就想过这样生活 有点活干 是 这城市里有什么活干 买菜就是你的活 是 你现在你还有什么生活 是 我是很愿意满意嘛 对 他愿意 不是他愿意 我现在就是不愿意 就是这样这样的生活 我过够了 你对一个想法 你对一个想法 你对一个想法对不对 接下来咱也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女嘉宾的感情生活 我有一段很幸福的婚姻 我跟丈母生活了20多年 已经互情互爱 可惜她走得太早了 2003年脑出血去世了 那时候才55岁 那个时候对人家想了小吗 就是姑娘她们都集合了有孩子 我给看看孩子 现在我每天待在家里 动也不动 要往怀念年轻的时候 但能存劳动的场景 外孙外孙她们都参聚的参聚 独树的独树 只剩我一个人 我就觉得 我在能存下乡知青年的时候 在农村原田的生活挺好 我现在找一个老伴 忠实可靠的 过我后半生 现在您是想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 从城市到农村 您觉得你能适应是吧 能适应 就是比如说农村 汉册能接受吗 那倒无所谓 那是网上不有卖那个 买一个就可以自己刷一刷 咱这家都有 夜水器周边全有 那就行了 还是宅原来吧 我跟你说 我是两段粉丝 但是我找电视伴的时候 完了我特意装的 特意买了夜水器 完了特意装的 屋里装做片 就重新相当于重新装修了一下 我就为了照顾它 完了原来我养牛 养牛后期我为了照顾它 完了把牛全甩了 就这种事 我想问一下 你家的供暖是怎么解决的 暖气 暖气啊 暖气是属于锅炉的 就是暖气片的 你就是自己烧呗 自己烧 自己烧 自己买 冬不饶你 你去吧 他懒得很好 一丑不一样 一般情况下一个冬天 你用多少钱的煤 买煤我一般都是春天买 春天买六百五一吨 现在买不一千一千二一千三一 一吨就够一冬了 一冬一冬的话就三吨 我买四吨 也就是说冬天在屋子里边一点也不冷 对 这屋里是烧闹糊的 去屋里边 就算达到二十度以上的都得 我这头三年不想两张 头三年 试着过一下 试试起过一步 你看 这女人跟你一条声 他跳了 男女他跳了 那你这头三年两个人在一块过的时候 也就是说你们就要像正经夫妻似的过来 是吧 那钱呢怎么处理啊 他就不说出钱是干什么 就是生活费由他出是吧 有他出 然后你的那部分钱呢 我那部分在我手 您是多少钱 我两千六 两千六 这两千六就是你自己攒着了 就我自己的 嗯 现在就你的啊 咱就行了 都不愿意拿自己的 都得换嘛 每次都 那时间那就限制 你限制 有的时候 哎呀 然后你出钱 您现在一共收入是多少 土地收入一年收入到四万 四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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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算是一万 五万 五万块钱 你是年收入五万块钱 对 那五万块钱 咱们那不少 那一月四千多那少啊 您这四千来块钱作为家用可以不 就是家用 就是家用 他一分不掏行不行 那用不了的可以存呗 是不是 那用不了的可以存呗 花不了可以存 我想问一下女嘉宾 他那把这四千块钱拿出来了 每个月花不了存上 存谁那儿 存他他自己拿着吧 就我钱我不管钱 不管钱 我现在缺鸡蛋你买鸡蛋去 我还想不管钱呢 我现在找个伴把钱都租一出几天 我还想不管 我还能相信我 我现在找个管钱的人 那这是说什么的 你要是相信我我管钱 你要是说一一七七 用人不移 一人不用 我就有 你也是这么人了 来 咱看看密室男嘉宾有什么话要说 哪位男嘉宾 你说那种话 是不是对城里的 人有点什么看法啊 想法啊 我对城里有想法 但是你不见得都有想法 但是我现在已经心里头 我对他们就不抱什么希望 就是说他遇到的人嘛 和说的说的也都不是那么那么可信的 不是 那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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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论呢 我说这个意思对不 是 我现在这么论你是有点太鲁乱了 这话说的对 所以您是想给这城里人争个口袋 是吧 对啊 完全证据 就是女嘉宾把所有美好的词 都灌在咱们农民伯伯身上了 是啊 确实是 咱们农民伯伯啊 真的是非常的勤劳 诚恳 淳朴是吧 但是城里人也不是阴险狡诈 小心眼啥 对啊 那对 就是 城市人 他这个想法不一样 不像人家 像这个我和二江兵这个打火打火 人家说说的话长了 嗯 叫你高兴 叫你心长了 这城市人你接触他两回吧 你有人家 那我上你家住去 就想上一女房家住 赚便宜去了 哈哈 来 那不掏钱 她的钱就给她儿女 那说的话多讨厌些 那为啥女的上男房住就不叫占便宜呢 下汉加汉穿一次饭 自古道具老总能到现在传下来呢 那现在不都讲究男女平等吗 男女平等 这不现在讲的吗 这不是时代改了吗 哈哈哈哈 对呀 所以就不能说占便宜呀姨 我问一下咱密室里边的男嘉宾 一号男嘉宾 诶 诶 我听到了 诶 我想问一下 你跟女士接触几次 会要求到对方家住去啊 诶 诶 我多少次也不要求 我有房子 那你几次要求女房上你家住去啊 那你几次要求女房上你家住去啊 第一次就可以啊 你听见吗 第一次可以 什么呀 一二十不住 不是 你俩第一次认识了 你就要求女房到你家住去啊 那得出一段几个阶段呢 不正回事吗 对呀 我就问你 对呀是 我是得出一个阶段 出一个阶段 大概多长时间呢 嗯 那就再说 再说再说再说 一个礼拜到半个月吧 一个礼拜半个月 对呀 你就可以接受同居生活了 是吗 不是接受 必须得登记 登记受法律保护 我说对不 不是 那你认识人一个礼拜俩星期的 你就跟人登记呀 起码三个月到半年呗 三个月到半年 三个月到半年 我没说登记的事儿了 我说在登记之前 嗯 你一般跟女士接触多长时间 就能够接受同居生活了 那登记以后呗 就是只能是登记以后 对呀 对不对 对 这是真心话哈 真心话真心话 好嘞 三号男嘉宾 怎么说呢 不是意思吧 不是时间长短 得赶紧处的呢 嗯 你认为多长时间感情可以触到两个人 可以在一块 这个吧 这个很不好说 你看一三个两个 还有一年半年 就是 你能接受出一个礼拜就去了吗 那不可能 啊 那一年也没得干的 这个 行这是你的想法是吧 对对对 啊 来我特别想跟四号对话 四号男嘉宾 你好 你好 这个要说 您肯定得出个三年五载的 登记 一只 就这玩意可以 只有登完记才能在一块 是吗 啊 啊 啊 要不你 不太合法 女嘉宾 就刚才我 就这个事跟那个 咱们密室里的男嘉宾 那沟通了一下 你认为是看出点啥 多泥了 我什么也没看 他说什么话呢 等过等记 你看啊 那是法律那事 你说啥事一天 你也法律不管你 不是这么回事 你不登记 你要骗你钱走 你找真实人 找哪儿你走不着 你上法院告去 你都没理 你登记又回事了 是不是我说 对我 但是你也要转屁的好 对啊 但是你那个 财产啥的 你不得感觉 没有财产就不怕了 我说这个意思 你得试混 你真正的说 俩人都有演员了 都干啥 像这二号说出来 那话 我心里挺痛 挺痛快 你达到我的思想思维了 达到这个 完了 然后俩人就是试混嘛 那还得促好了 之后咱就可以试混 试混23年 觉得都挺好的 然后就可以登记 登记了 你没怎么的 你还没了解 你就登上去 不好了 还得离 还得找你 还得到找你钱 有一次呢 拿着额言 到找你钱才离 要不办 您就是见面 一场看出来 那就怪了 看不来 咱们换一个词 就是说相处是必须的 如果真的相处的过程当中 发现行了 才能够结婚 才能履行法律的手续 这是必须的 因为自由恋爱 讲究的就是这个 你必须得相处之后 才能这个性格呀 脾气呀 秉性啊 是不是能够合得拍 你生活的环境 你是不是能够适应 这是咱们姐姐说的 这方面是对的 必须要相处之后 才可以不如婚姻 但是吧 我特别喜欢阿姨这个性格 我不知道叔叔 您对她是什么感觉 你看这阿姨 从上场她要找农民 要回归田园生活 她就很喜欢田园生活 那种纯粹的感觉 但是呢 阿姨刚才虽然说 语言的比较犀利 然后让人觉得好像挺怼人的 但你发现她话语当中 实际上是对现在社会 某一些现象 她自己特别反感 因为她觉得 失去了本真的东西 所以她在内心身处 还是一个纯纯的少女心 还是想追求那种 像原配夫妻 甚至是说初恋的那种感觉 原始的东西 对吧姨 对 我发现咱们女嘉宾 是那种爱恨分明的人 对 就是我要烦你 我就烦你 我要结合你 你说哪句话我都喜欢 那很直接 来吧 接下来咱也先看看 二号男嘉宾 她的感情生活是怎样 男嘉宾讲述情感经历 真情付出 也让人感动不已 不是你牵手的时候 她眼睛就看不见 到我牵手以后 在我的经文 把她照顾以后 眼睛都看见了 慢慢也没跟你心情 心情好 你怕怕影响她 对 男嘉宾欣喜上台来相亲 女嘉宾却一点也不上心 就是她 哎 不特别的可爱 焦虑稀 就这种感觉 对她没有好感觉 那个女嘉宾 这不满意吗 不会满意 爱的选择 稍后我们接着看 注意了 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知名民族品牌 余兆林的高档图中备 上电视做推广了 只要199元 你没有听错 商场卖两三千的余兆林高档图中备 今天打电话 只要199元 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您要是不相信 可以去商场看一看 真正的陀融贝便宜的 也要1000多 您可以到材料市场上问问价 光陀融和面料都要好几百 这次呢 电视台来帮忙搞宣传 厂里呀 专门拿出了1000床的高档陀融贝 199块钱您拿走 全档广告费了 我们有别的要求 就想让大家记住 我们余兆林陀融贝 多介绍点顾客 我就知足了 银兆林集团有限公司 专注于纺织保暖领域 是国内保暖行业中的佼佼者 第17届南极考察指定品牌 这批高档陀融贝 设计新颖大方 用料考究 从原料到生产 每一道工序层层把关 为我们民族品牌打出口碑 现在打电话 商场卖到23000 今天只要199块钱 就能把高档陀融贝带回家 暖暖和和过寒冬 请抓紧波打电话订购 看电视上说 这铜融贝这么好 还卖199块钱 这么便宜 那就打个电话试试吧 真是没想到 寄过来的铜融贝这么高的 和商场里卖了2000多的 一点都不差 不仅面量好 而且里面的铜融也不错 盖在身上又轻又柔 还特别暖和 一觉就睡到大天里 以前冬天都要盖两床后棉被 闷得难受 还老是睡不好 这一床头人被 比两床后棉被都要恼活 看来这个电话 我是打对了 看刚抓使劲刷 不起毛 不破损 立体横缝工艺 不跑毛 不钻重 不练形 品质过硬 让你放心 今天只要199块钱 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来吧 接下来咱也先看看 二号男嘉宾 他的感情生活是怎样 我有一段幸福的婚姻 老伴脾气有点急 我和他从来没有红味的 发脾气我就不出事 如果不是一次意外 我们会一直幸福地生活下去 我老伴是因为车祸 他已经走了四一年了 老伴走了三年 听人说话 我又遇到了一个女人 我们感情很好 可他去了女儿家 没有再回来 错门去了 就在你病到那儿了 一去回不来了 他告诉我 你到电视台去找个伴吧 我希望这一次来到爱的选择 我真正地找到人 和我走到最后 那你还提出来 那原来你给你现场 也怕影响的 对 那等级了吗 第二个 第二个没等级 你看不等级 不等级 不等级 随时随地 你不好就不过 好就过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男嘉宾非常善良 我发现了 所以你看他第二个妻子 虽然是第二个女朋友 他虽然是没有登记 但是而且还重病 他有那个决定感 对 他还要一眼给他接回来 是不是能够接着照顾你 就是俩一人做伴 男嘉宾说了 最后还是想到咱们这个舞台上来找了 而且他第二个老伴 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找到的 你在找第二任老伴的时候 他有病吗 那这儿 我们在没牵手之前 他糖尿病 也有糖尿病 你是知道他有病了 他眼睛看不见 不是 你牵手的时候 他眼睛就看不见 对 我想这么想的 但是他人也特别优秀 很好 特别好 就在那我就选择 我说这有毛病 不一定打根 现在科学这方法 看看这不就好了吗 这会儿针就好了 到这么牵手以后 带我那经过 完了照顾以后 眼睛都看见了 对话好了 帮我印牛 啥都干 但我不用他 我还得种地 我还要回来 我还得经过牛 这我都不用他做法 啥都不用他 这会儿我来照顾他 我把牛都甩了 就这回事 有一次 他女儿回来了 我说你什么吧 我说你那个 上小雅 他女儿叫小雅 我说你上去 他去溜达溜达去 完了他女儿上大连去调牙去 完了最好回去 回去跟那女儿去 回去 回去 摔上 一去就病到那了 就没回来 到他拽了 没什么 拽了 拽了就起不来了 起不来后他女儿又给 顾了一个月五千块钱 顾了用人吃了他 完了到最后又拽了两次 他在上面阁楼 往那楼往下走 然后溜达溜达转一下 就站着 所以说这一段感情 虽然一直你在照顾他 但是你觉得挺幸福的 是不 幸福 挺好的 从来没哄过脸 从来没有哄过脸 就是先前头一个也没哄过脸 那这不争吵 是你的性格好 还是对方你碰对影 他性格也好呢 我们相互都挺好 但是我也特别随和 随和 但是他的 你是不是一个 我先头这两半性格都不算太好 性格都不好 但他急性我也急性 所以都是碰到一起了 但我也喜欢急性人 我不喜欢 是一脚踩不出屁那样的 所以不管他是啥样 我都喜欢 就这回事 其实你看刚才男嘉宾 谈的这两段感情 的确是让我们感觉 所以你看都是这样平平淡淡的生活 但你却感觉到他们之间的这个爱意 中老年人再婚的时候 往往把条件摊得那么明白 但是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 如果婚姻当中算计过多的话 你得到的幸福的指数 会大大的降低 你看像你刚才所谈到 那么的幸福 是吧 其实生活当中真的 两个人相处 应该把感情放在前面 对 所以是真的做到了 我们之前从来没有在前上 在这个发生过矛盾 就差有工资 我是不需要 我们没带有料 所以说 没有的时候 我卖两条牛肚子 卖两条牛肚子 都给我花一年了 这男的 那我认同 很认同 他有责任他 那再总结一下性格 他说他挺喜欢急脾气的 那急脾气 我是急脾气 但是不能说的 没完没了的 什么事 没完没了的 都没完没了 不爱磨叽 对 不爱磨叽 对不对 说在名处 你今天这个事做的 或者让你买的 你怎么就没买呢 两句话就完事 就完事了 所以说你生气的状态 也就是 妈的一下 给你两句 也就这样了呗 对 就不能再爆了 脾气 对 其实啊 男嘉宾第二段感情 真的是把我感动到了 让我重新又相信了 两个人感情的一种力量 男嘉宾替女嘉宾去看好了病 而且在他重病的时候 依然想回头去照顾他 但是呢 女方却不愿意再拖累他 所以呢 把他正中歧视地交给我们爱的选择 希望他能够开启一段新的感情 真的 我觉得真爱也就是这个样子了 因为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 如果真的是爱的话是成全 如果喜欢 往往就是占有 其实这样的一份爱 就是相互让自己的那个深爱的人 能有一个幸福的生活 我觉得是特别美好的一种爱情 来吧 接下来有请二位来到我身边 我觉得 很难的 挺有趣 没关系 差不 你气都还走 好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男嘉宾 先稍坐休息 想回头见 很好 那么女嘉宾你还有次选 选择一位男嘉宾你会选择几号 一号吧 一号男嘉宾接下来来看看一号男嘉宾的照片 看来是一位运动达人啊 这小运动服一穿呢 一小红运动服特别的精神抖擞 那么接下来呢 让我们掌声有请男嘉宾上场 我这来的谁啊 马国昌 我欢迎您您好 您好 您好 那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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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不在乎啊 这差什么大事啊 差两岁差三岁 我就 我就当了 我就绝对同意 这孩子差 男嘉宾呢 我们之前有见过 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男士 就是我们为什么管他叫老顽童呢 就是他 哎 特别的可爱 真稀罕 就这种感觉 非常没有好感觉 那女嘉宾 就你有这个 这张女嘉宾 你还不给面子吃 那不好 所以但是女嘉宾有看到你 看到她的时候脸挂大一下溜下来了 是不满意吗 不太满意 那哪不满意 这个人家说话的 对 结束得了 给你下台 这个东西 哎呀 这边我就不来了 谁让你来的 对 对 谁让我说不出来 没有演员 没有演员 你是嫌得个矮吗 他也不是 也不伤人女 那倒不说 嗯 那差哪不知道 好 方看看她说家里条件我听的 嗯 这一会儿咱老了呗 世数相当 是吧 哦 世数相当 您几年是 72 72岁 同岁 哪年生呢 49年 嗯 属牛的 嗯 这叫圆们 差不多老子行 嗯 对 大老子 对 嗯 我跟你说姨哈 就是我对一号叔叔 最大的感觉就是一个 心态极其好的一个老顽童 心态超级好 而且为人吧 压根就感觉他没有脾气 嗯 而且特别善良 你慢慢了解吧 他人品上面 一定会让你满意的 另外一个 咱们一号男嘉宾 特别有活力 你看他走路的时候 那急不走一二一的感觉 所以呢 你看他平时锻炼身体啊 等等 这些生活活力方面 是没有问题的 哎 男嘉宾刚才他看你那个表情 你害怕没 没害怕 没害怕 哪有害怕的 太不老虎不吃人 他现在是沈阳式的 室内的还是能存的 我也不知道 室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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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呢 哪个厂呢 铁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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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铁器区区 嗯 你就人家里也看一看 不像平小 你看 你人家里也有些厉害 接下来咱先看一看男嘉宾的短片 看看生活中啥样 20140号男嘉宾马先生 72岁 水洋人 国际退休 丧偶有住房 子女已婚独立 大家好 我是马国昌 人称老顽童 里头上毛衣了吗 没有 这是单的 单的里头是单的 天天就这么走啊 天走 不冷吗 不冷没冷啊 我的天哪 那天天走多长时间呢 走几少一个小时 到一个半小时 走到北路走回来 冬练三九 夏练三福 长年坚持锻炼 叫我有个好身体 山茶花 你说她的家开满山茶花 每当那春天晒月 像街路透花 我热爱生活 身体健康 天性乐观 别看我一个人 家伙伴 样样精通 如果你喜欢我 就来爱的选择 找我 来吧 一次打个分数吧 哎呀 八十分这样 八十分顶天了 你给人家打 你饿了呗 打95 95 你看 来接下来咱们坐下来慢慢聊一下 来 我家是能存的 我户口在室内 他死的那个老伴 我不是说非得要能存的 就是不管能存尝试的 人得像人一样 你像个人 你听哪来说 你人走哪去 你说的 你爱什么呀 什么呀 干啥的 得说得粗 对不对 你不能说的 一一八八的 说不粗 然后这俩姑娘 她没有对你的房子 没什么想法 没有啊 您都有房子 都有房子 都出去了 孩子也不用你看 是 那你的工资多少 三千五百块钱 三千五百元 三千五百 就是到后长 你爱人是 是上午的还是 上午的 上午的 有病啊 有病啊 出车祸没的 19年9月25号 我最清楚的 二号那个 二号那个 那个女的也出车祸 这个脑子都 两个场子都出车祸 来吧 接下来咱也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男嘉宾的感情经历 男嘉宾讲述奇葩经历 与嘉宾却表示不想理 曾经被人骗过三十万块钱 是吧 有这事啊 我说我再活二十年三十年回百万就吻了你 我介绍你好几百万 现在一个年不过 你这样爱你 你还这样一片你觉得谁爱听啊 我不爱听 男嘉宾找对象看颜值 漂亮的外表蒙蔽了他的心 要不然你怎么做 漂亮是漂亮漂亮真挺漂亮 就你认为我有钱 我有这个资历能够把你一直吸引着在我这待 但他没做到 是你 他的选择稍后我们接着看 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知名民族品牌余兆林的高档图融贝上电视做推广了 只要199元 你没有听错商场卖两三千的余兆林高档图融贝今天打电话 只要199元 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您要是不相信可以去商场看一看 真正的图融贝便宜的也要一千多 您可以到材料市场上问问价 光图融和面料都要好几百 这次电视台来帮忙搞宣传 厂里专门拿出了一千床的高档图融贝 199块钱您拿走 搏击利润全档广告费了 我们有别的要求 就想让大家记住 我们于兆林图融贝多介绍点顾客 我就知足了 于兆林集团有限公司 专注于纺织保暖领域 是国内保暖行业中的佼佼者 第17届 南极考察 制定品牌 全国产品质量十佳品牌 中国保暖内衣十强品牌 这批高档图融贝 设计新颖大方 用料考究 从原料到生产 每一道工序层层把关 让每一传高档图融贝 都拥有世界级品质 为我们民族品牌打出口碑 现在打电话 真材实料的图融贝 商场卖到两三千 今天只要199块钱 千载南风的好机会 你少挂一次签 多抢几次红包 就能把高档图融贝带回家 暖暖和和过寒冬 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看电视上说 这图融贝这么好 才卖199块钱 这么便宜 那就打个电话试试吧 真是没想到 寄过来的图融贝这么高的 和商场里卖的两千多的 一点都不差 不仅面量好 而且里面的图融也不错 盖在身上又轻又柔 还特别暖和 一觉就睡到大天亮 以前冬天都要盖两床后棉贝 闷得难受 本来血压就高 还老是睡不好 这一床图融贝 比两床后棉贝都要恼活 看来这个电话 我是打对了 看 刚抓使劲刷 不起毛 不破损 立体横缝工具 把高档图融固定在每一个图风之中 不跑毛 不钻绒 不练形 品质过硬 让你放心 今天高档图融被上电制做宣传 只要199块钱 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把高档图融统 有成黄金绒 质地纤细 柔软 保暖性好 因为有陀融的保护 骆驼可以抵御零下二三十度的低温 陀融纤维为中空逐节状结构 有利于空气的储存 于照顶高档图融被 采用优质阿拉扇 双风骆驼绒 融质细腻 顺滑 图融被轻柔 防潮 保暖耐用 不尊重 柔软舒适 透气性好 暖身暖骨 全身舒服 只花199块钱 把高档图融被带回家 只花199块钱 让全家人都盖货真价实的高档图融被 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来吧 接下来咱也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男嘉宾的感情经历 修达达 修达达 梦里终止梦见他 我有一段很幸福的婚姻 我和老伴是一对平凡的不提 你和老伴平时吵架吗 不吵 从来不吵 啥事都不吵 啥事都不吵 啥事都晾着她 她说了算 吵啥呀 是 雅琛 2016年有一场车祸 让老伴招了罪 老伴是起子性车 我这时候创那个她 那个女的吧 还是她一个谱子的 你咋可能要钱呢 这时候还别管整地 愿不愿 愿谁什么也说 给了一万多块钱 就算结束了 然后后来老伴就摊床上了 是啊 我吃了他三年 不到三年 两年多 刚开始他自己能治理 后来治理不了了 就跟这儿我这床上没动 老伴三年前走了 我现在才从悲伤中走出来 希望在爱的选择 找到亲爱的人 好男人有吗 有 没预料 这不就这好事吗 叔叔 你看刚才感情经历 好 上一次在爱的选择 已经了解差不多了 但我前段时间听说一件事 说你还曾经被人骗过三十万块钱 有这事啊 有啊 妈呀 当时是咋给你骗走三十万块钱呢 你也真舍得往外拿 我记住了一个好几个人 一百万 现在一分年不活 找借口吧 那是咱们去年还捧着我 都捧着我 啊 捧着我去啊 那他现在没有能力还呢 都不还你 都不还你 借些人不想还 参加哥们都是搞传销的 哦 他不他不也明白一套吗 那人是从你要三十万 你给人也不问问你干啥 不是要三十万 咱们家我现在正有八个人 把东西都搬来了 嗯 你俩出多少时间 不用的 出不到两年 就就 不出到 就将近两年 这笔钱是从你手里买的 还是你把它给你那个 还给我借的 借三十万 他有钱还呢 你就给他 他没有借条啊 问题 你上法院告也告不行啊 没有钱 没有借条 你告啥 你倆在一起说 我告啥 他才知道你有三十万 嗯 他怎么知道你有三十万 他 上我这来了 我抽牙里 放个那什么嘛 卡 银行卡嘛 他看到了 问我来的 哦 这么的 我想问一下 他搬到你家之前 他知道你有钱吗 不知道 这老头啊 一眼太思维 把那个钱撒什么 漏那个女的了 人家就这么骗你 你怎么能漏那事呢 是 那那就耗到一起的啊 他也不会惹 你那事啊 断钱跟你离婚 你看那玩 他心里头也是想挣钱嘛 嗯 就他跟你说了会有收益 收益完都给你 嗯 所以现在他骗了你的钱 骗了不是 骗了 骗了 对吧 是 你当时为什么那么有把握 这人他不能骗你 你把三十万给他了 那么大数字 也不是少数字 是不是 不要账 你要用三万两万 我都不用账 这女有才艺 啥才艺啊 会牛羊杆 会跳双眼舞 跳一五 那什么人那么大事啊 牛羊杆 后了解他 后了解他 那么大数字是谁呢 那那那那那是那是过日子吗 走街上那牛羊杆的女人 那就是人哪 就像那带着了带老风格 咱俩不能那么评论呢 我从来就不能评论这个事 不能评论言见 说是怎么牛羊杆 但是我不爱好 我也不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喜欢这个行 这个行 就是我发现咱们女嘉宾 对很多人和事的评价呀 有他自个的一定之规 就是他觉得啥人是好人 啥人是坏人 他按行业分 他不按人分 一个吧 能锻炼身体 对不对 一种爱好 对也是爱好 能来说的话 他会什么办法 跳舞 那个共产舞有点 跳舞 就差点 我这么应该 所以你觉得 你男嘉宾 就能看着他牛羊杆的 男嘉宾他拿出了这个钱 他证明他还想挣这个钱 你要做这个就没这个没 就是不想他这块钱 你就不能拿出这个钱了 他上你家过去 你就把钱都给他了 你什么脑子 说那不对 那怎么不对 我说我怎么的呢 我这是心大 你什么心大 不是 不行吧 我就给他 为啥我心大呢 我说我带活二十年三十年 我百万富吻了你 说我是心大 我说对不 对什么 你什么心大 你把三十万拿出去了 给给呗 你给呗 那你现在有钱就给呗 那你现在有钱给我点 是吧 我现在是没钱了 那就得了呗 其实大哥 钱生钱一定是有规律的是吧 所以我们自己劳动所得 那是我们血汗钱啊 如果真的在这样的一个年纪下 你一向拿出一大笔钱出去 一定要好好地考虑 哪有那么多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啊 是不是 女嘉宾所以你刚才对他的评价是啥 这人咋的 没脑子 就这样的人老实的都把三十万被骗出去了 那你不更信任他 不行 我不能这样玩那套呢 不是 他没玩呀 他玩不过人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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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不过人家 你还比你小个人家给你过 你看 现在俩人越坐越远了 你看两个人 原来还那么近的 坐得越来越远了 是吧 我觉得闹不到一起 而且我呢 我后奴的 你这样一年 你还这样人 你这样人骗你觉得谁爱听呢 我不爱听 你骗什么这样人骗 你怎么不能做出点事啊来 你 所以男嘉宾 他今天你攒这三十万 你再 你再回过头 你再攒三十万 十万多费劲 所以男嘉宾我能这么分析你吗 您现在连 存折都没了 三十万都给你了 没有了 你看他三十万都给你了 没有了 一点家底都没有了 能有几千块钱 几千块钱了 那我想问一下 这三十万没了 你的孩子对这事儿咋看呢 他不知道 我没告诉你 家里还没告诉 没告诉 没告诉 连个人都没告诉 为啥要不回来了 我就想知道 给你老太太找回来 坐那儿报警 为啥不能回来呢 这笔钱 他不也愿意去买那个 不是 问题是啥呢 你没有欠条 你上法院告都不合法 那你跟你之前那个媳妇 如何处理这件事儿啊 他就走了 他走了 消失了 消失了 人间蒸发 消失了 人间蒸发 人间蒸发 你没选择报警 没报警 报警没有用 没有条 没有报警 跟他跟他登记了 登记了 你已经登记了 登记了 你跟我离婚走的 离婚你为啥签字啊 那你干啥签字 我这要钱呢 我就不理一下 完事拉倒 我这行大呀 完事拉倒呗 三十万给人家 完事就拉倒了 这事儿你儿女要知道 就得接 他不知道 我没告诉他 这个我都听明白了 就是离婚以后 完事不是那个 那个 你就跟他离婚了 完他还签字了 这钱还就骗完了 骗钱的 啥呀 没脑子呀 现在你在找的话 你想要找啥样的呀 或者是说 你对对方有啥要求吗 你都被骗走三十万的人 比较诚实老实的 那你找的 第二位找的那个 不诚实老实 没感觉他老实 没感觉他老实 你为啥要跟他登记 当时咋回事呢 我那房子动签 要开始要发房证 我那整俩嘛 他为了要那房子 就这样回事 那叔叔 你是不是 但是那个女士 主要问题是他很漂亮吗 你很喜欢他吗 要不然你怎么的 漂亮是漂亮 漂亮真挺漂亮 不说假话 漂亮漂亮 我看完了以后 我也好姐 就要那片子 就你认为我有钱 我有这个资历 能够把你一直吸引着 在我这儿待 即使你奉我钱来 我可以一直保持我有钱 能让你一直待着我这儿 是吧 你当时是这么想的 是不 但他没做到 没做到 反而他把你钱给卷走了 对啊 这老头的 他就是属于有那三十万 属于一种彰显 彰显 完了跟那女的 属于要讨好那个意思 完了那女的 一下他露出那三十万 就马上就跟他结婚 就抱着这种目的 就前下子骗了 对不对 就是抱着这种目的 骗了 就咱俩随着到现在 就你就说这些 说这些可 我不赞同这个事情 没有一句你爱听的 你不是真正男人 谁真正男人干这事 其实心大和盲目相信对方 是不一样的 那你的心大 你体现在哪儿了呢 你离婚的时候 为什么不要你的这一分呢 因为这是我们法律上 必须是应该把握住的一点 你拿出去的钱是有痕迹的 你的存折 你拿出去是有痕迹的 这些都可以去查询 所以我们在和对方 在步入再婚家庭的时候 除了我们之前所提上的 婚前财产公正以外 那是你婚前的财产 另外一个 一定要查询他的征信系统 这在银行上 非常迅速的就能查出来 他是不是有贷款 是不是有欠债 那征信系统一查就出来的 你只有这样的可靠的人了 可以去相信他 才可以步入你自己的再婚生活 才有可能把你的钱财 是否投入到一部分出去 不要全都拿出去 大哥 知道吗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明白了 男嘉宾本来被骗的30万了 咱们都巴巴说的 可能有点上火 别上火啊 钱乃身外之物 尤其这么大年龄的人 是不是 但是我认为你遇到什么事 首先要通知你的孩子 对 他也会帮助你更多 你妈总怕告诉孩子 然后你这点钱 撒手了 根本压根被回来 也许用一些法律手段 能要回来呢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跟孩子 通一下去 好吧 来 接聊请二位来到我身边 男嘉宾呢 是我们的老嘉宾 所以呢 就像家人一样 我们跟他聊天说话 你看他被骗往那里 皱个小眉头 愁也心疼可怜 是不是 如果孩子知道的话 跟孩子商量一下怎么办 好不好 这事儿 来吧 接聊请男嘉宾是稍多休息好吗 好 咱们一会儿见 好 所以你是属于是心疼她的那种气啊 还丑的就是来气 就这个人就不行 就是 他说的是 输钱也好 挣钱也好 他就不是男人 不是真正的男人 咋也不骗 咋也不干什么 你连底线都没有 你让他干啥干啥 那就是挨倒的祸了 也就是说 这样人被骗你 不会去可怜他 不可怜他 那两位男士呢 咱们都已经见过面了 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爱的考验 让我们更深入的互相了解一下 来 掌声请两位男嘉宾 在一起上场 来 在我念的过程当中 请选择一道题来问对方 一 想到农村生活吗 二 需要补贴儿女钱吗 三 介意我年龄比你大吗 四 要彩礼吗 五 介意我挣得比你少吗 六 能戒烟戒酒吗 首先有请我们的二号男嘉宾 选一道题 你要彩礼吗 不要 不要 不需要 一号男嘉宾选择一道题 二号 二 需要补贴儿女钱吗 不需要 不需要 女嘉宾选择一道题 问对面两位男士 介意我的年龄比你大吗 介意 好 一号男嘉宾回答 不介意 不介意 是不是 来 接下来二位来到我身边 来 接下来我把花交到女嘉宾的手上 请背对背算好 二号也不选择 没花了 那女能同意 男她也不选择 好 在我倒数三个数之后 请做出最终的选择 三 如果她不咋会干活 你能不能看不上她 不能 一看那干活就来气 能不能 不能 您大了六岁 您介意吗 你得试会 你得真正的说 俩人都有演员了 多干什么 像这二号说出来 你的话 我心里挺痛 挺痛快 你达到我的思想思维了 达到这个 介意我的年龄比你大吗 介意 二 男嘉宾他拿出了这个钱 他证明他还想挣这笔钱 你要做这个就没这个没 就是不想他这笔钱 你就不能拿出这笔钱了 他上去家过来 你就把钱多给他了 你什么脑子 这样玩那套呢 一 请选择 一位是对心意 却小自己六岁的二号男嘉宾 一位是开朗乐观的一号男嘉宾 女嘉宾能否为爱告白 勇敢转身 而选择答案马上揭晓 注意了 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知名民族品牌 余兆林的高档图融贝 上电视做推广了 只要199元 你没有听错 商场卖两三千的余兆林高档图融贝 今天打电话 只要199元 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您要是不相信 可以去商场看一看 真正的图融贝便宜的 也要一千多 您可以到材料市场上问问价 光图融和面料都要好几百 这次电视台来帮忙搞宣传 厂里专门拿出了一千床的高档图融贝 199块钱您拿走 全档广告费了 我们有别的要求 就想让大家记住 我们余兆林图融贝 多介绍点顾客 我就知足了 云兆林集团有限公司 专注于纺织保暖领域 是国内保暖行业中的佼佼者 第十几届 南极考察指定品牌 这批高档图融贝 设计新颖大方 用料考究 从原料到生产 每一道工序层层把关 为我们民族品牌打出口碑 现在打电话 商场卖到两三千 今天只要199块钱 就能把高档图融贝带回家 暖暖和和过寒冬 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看电视上说 这陀融贝这么好 才卖199块钱 这么便宜 那就打个电话试试吧 真是没想到 寄过来的陀融贝这么高大 和商场里卖的两千多的 一点都不差 不仅面量好 而且里面的陀融也不错 盖在身上又轻又柔 还特别暖和 一觉就睡到大天亮 以前冬天都要盖两床后面位 闷得难受 还老是睡不好 这一床陀融贝 比两床后面位都要脑头 看来这个电话 我是打对了 看 刚刷使劲刷 不起毛 不破损 立体横缝工艺 不跑毛 不尊重 不面型 品质过硬 让你放心 今天只要199块钱 请抓紧拨打电话 订购 一 请选择 好 来有请 非常之汉 没有选择成功 我现在都不需要再问了 为什么 女嘉宾的要求非常非常明确 我就是要有地儿的 忠厚的农民 我只要这几个身份的 咱们1号男嘉宾 我也别问了 没转身的原因 是吧 因为最后人没看上咱们 是不是 是这意思 但是呢 您非常的好 讨的30万都给人拿出去了 下回可不能随便给人掏钱了 来 2号男嘉宾 也是因为对方年龄大的问题 是不是 其实你们的想法还挺一致 他还挺看好你 对 对 好了 在这里非常感谢三位的参与 非常感谢 再见 谢谢参与 再见 我要找一位 就是视角 比方 视角的 或者不太 离沈阳是不太远的 找一个真正的朴实的能民 忠实老后 忠实忠厚的人 我是真诚的 真心的来找老伴 我的要求是66岁左右的 真心实意过日子的 愿意到过田园生活的 我想找个老伴 65岁左右 不抽烟 不喝酒 不打麻将 不跳交易舞 我想找一个 有双宝的 身体好的 有圆的 就可以了 我想找一个 没有不良嗣号的 有双宝的 好 这是一位非常有个性的女士 而且她的要求 对对方的要求 非常的简单明了 非常的明确 就是要找一个身份是农民 家住在农村 有前后院 她可以试弄园子的 这样一位男士为伴 她今天是72岁 有适合她的 可以和我节目组练